日前新北某国小道蓝宇户外教学 但先后传出有人确诊 一百多位师生紧急搭专船回本岛 生怕离岛医疗量能不足 有鉴于此 蓝宇相公所与地方居民协商后决议 自即日起游客到蓝宇必须签例切结书 除了证明自己不是居隔 居检或是自我监测者 另外还要接种三剂疫苗 要是没有打疫苗 就得出示三天内的PCR阴性证明 就是这张防疫切结书 内容除了要求出示检疫证明 上头还强调若游客在蓝宇 收到卫生单位匡列通知 必须在当地民宿就地隔离 且隔离费用全而自行负担 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离岛居民担忧病毒随人潮散播 寄出防疫切结书手段 就是希望降低染疫风险 而至于绿岛部分 乡长则是向县政府喊话 希望能有一艘防疫专船 专门载运确诊或隔离民众 返回本岛就医 即将进入绿岛旅游望界 预估每日游客将会突破上千人 但岛上没有专设负压隔离病房 目前公所只能临时释出灾民收容中心 五千房来应急使用 防疫量能很有限 希望县府协助规划专船 后送确诊及鞠隔者回本岛治疗 至于绿岛会不会跟进 蓝宇防疫做法 相当表示 还有待与民宿业者参讨后再决定 原事新闻 如整台东蓝宇绿岛采访报导